最近好多人追陆剧《你比星光美丽》都被霸道总裁徐凯迷倒了 徐凯今年在《你比星光美丽》《成欢季》两部现偶陆剧演巴总都把观众迷晕了 每年填宠陆剧巴总一位接一位 但很少有男星能把巴总演成经典 而最近陆网也热议 你心目中巴总是他的统治区填选总裁男星 以下是网友呼声最高的几位 《我的人间烟火》魏大勋 你也有今天陈兴旭都被提名 但第九位才是巴总天花板 巴总是他的统治区网评陆剧天选霸道总裁一 徐凯饰演《你比星光美丽》 韩婷 大家追《你比星光美丽》都被徐凯饰演的韩婷迷倒了 韩婷是东洋科技的总裁 韩祝金汤池出身 又高又帅 气质优越 无懈可击 韩婷一直暗恋住季星 十年前就想表白 无奈却被家人送出国 两人遗憾错过 破别十年重逢 韩婷一直没有忘记季星 一代到机会就各种接近季星 甚至成为季星新创立公司的投资人 韩婷这位总裁超可爱 十年爱恋 用情置身 和季星有工作上的交集 她的开心全都摆在脸上 偷偷藏不住 发现季星和前男友谈婚论嫁 一秒连垮 她对季星是早有预谋 徐徐途之 而最后当然是爆的美人归了 不少观众看《你比星光美丽》 都忍不住感叹徐凯又高又帅 穿上剪裁合一的西装 完全是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角 而不止《你比星光美丽》 韩婷 今年徐凯在成欢季 饰演酒店经理人姚志明 同样是个素感很强的霸总 偶像剧的霸总就是要帅啊 而徐凯真的适合 霸总是他的统治区 网评录剧天选霸道总裁2 魏大勋饰演我的人间烟火 孟宴晨 魏大勋饰演的我的人间烟火 孟宴晨绝对是纪念最经典的霸总 魏大勋凭借这个角色全面爆火 去年以爱为赢 《我要逆风》剧等线偶剧一步步播出 都会被拿来与孟宴晨对比 网友都认为魏大勋实在太适合严总裁了 魏大勋183公分 腿长 比例好 穿上西装 精英感十足 演技也让大家惊艳 严总裁能做到帅而不由 有性张力 而不是性骚扰 这还蛮难的 但魏大勋做到了 我的人间烟火 孟宴晨在外人眼里是个杀法果断的商界大佬 但其实他一直深爱著名衣上的妹妹 情冷压抑 内敛偏执 身为圣位者 但不会霸道无理 反而很温和有教养 这部剧和《你比星光美丽》 出自同一个小说作者 小说里孟宴晨和韩婷还是朋友呢 都是超迷人的霸总 霸总是他的统治区 网评录剧天选霸道总裁三 陈兴旭饰演《你也有今天》 钱衡 陈兴旭在《你也有今天》 饰演附黑律师钱衡 这其实不是典型霸总 不过钱衡是律所创始人 也是一位霸道老板 同样是霸总类型的角色 所以也被大家提名尽榜 陈兴旭真的太适合 演这种都市精英 有权有势的角色了 他演附黑上位者特别呆感 气场绝杀 陈兴旭在《你也有今天》 饰演的钱衡 是个冷漠 附黑 严肃的顶级律所创始人 看似难以亲近的外表下 却藏有一颗温柔的心 后期钱衡陷入爱情 妙从附黑BOSS变成搞笑男 各种自我攻略 表哥白还说得像土味情话 我单身30年 会游泳 我妈也会游泳 你跟我妈同时掉进水里 我一定会先救你 朝有反茶谋 霸总是他的统治区 网评录剧天选霸道总裁寺 王子齐饰演你给我的喜欢新奇 你给我的喜欢 是去年走热的霸总甜宠剧 这部剧的套路其实很狗血 结合霸总 白月光与替身 误会带球跑等剧情 乍看之下都是老梗 但王子齐和王玉文CP干强 王子齐演霸总不油腻 也让你给我的喜欢 冲出不错的讨论度 王子齐演霸总也很酥呢 王子齐是演你给我的喜欢新奇 她是一个口贤体正直的霸道总裁 因为贤天性心脏病被父母抛弃 又被大户人家领养 这也让她特别想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她高冷业傲娇 与女主敏慧重逢后 既想得到她的关注又不断推开她 等人家真的走了 她又气 很多陆剧霸总都把没礼貌当霸道 面谈当作高冷 但新奇不会无理去闹 反倒傲娇可爱 尊重女主 霸儿不由 很清新 霸总是她的统治区 网评录剧天选霸道总裁舞 魏哲明 饰演贺先生的恋恋不忘 贺乔艳 贺先生的恋恋不忘 贺乔艳也是很受欢迎的霸道总裁 他是贺氏医疗生技集团CEO 习惯用金钱思考问题 深信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霸道强势 骄傲自恋 理性冷漠 用数据思考问题 只相信客观的数据结论 不相信任何主观与感性因子 直到遇见儿童医生前一月 霸道总裁也开始会不知所措 魏哲明之前在完美先生 和差不多小姐演的禁欲系教授 就掳获不少少女心 在贺先生的恋恋不忘 变成傲娇难搞的霸道总裁 更是超级迷人 魏哲明穿西装 戴眼镜的造型真的很帅 看看那双大长腿啊 霸总是他的统治区 网评录剧天选霸道总裁6 锦东是演欢乐颂谭宗明 锦东是这几年的霸总专业户 他承包了好几部录剧的总裁 职业精英角色 大家印象最深的 应该就是欢乐颂的谭总了吧 谭总是安迪的顶头上司 还是生意界传奇人物 圆滑世故 烟火味中又透注几分豪爽 当初欢乐颂热播时 杨硕饰演的小包 总被很多观众嫌弃油腻 但锦东诠释的谭总 倒是获得不少好评 锦东长相正派 说话斯文有理 他的外形气质 真的太适合带入各种霸总角色 除了欢乐颂系列 锦东在我的前半生 纵有急风起 临身见路和如果岁月可回头 演的也通通都是商业精英 霸总真的是他的统治区啊 霸总是他的统治区 网评录剧天选霸道总裁期 刘凯威饰演千山默雪莫绍千 千山默雪和东宫一样 都改编自悲情天后 肥沃思存的小说 大家应该能想象 这部剧有多虐了 虽然时隔多年 但刘凯威饰演的莫绍千 还是很多观众心中的斯文 败类霸总天花版 他的风批腹黑程度 和东宫李承鄞不相上下 莫绍千被大家称作禽兽 十年前 他们家的家族生意 遭内贼出卖 陷入绝境 他的父亲不堪打击去世 莫绍千为了挽救家业 不惜娶了自己不爱的女人 后来偶遇在餐厅打工的女主 意外发现女主是内贼的女儿 因而开始各种折磨女主 《前山默雪》是2011年的老剧 当年真的蛮敢拍的 各种虐心虐身的重口味桥段 统统都拍了 莫绍千虽然禽兽 但人设相当带感 也难怪会让观众念念不忘 霸总是他的统治区 网评录剧天选霸道总裁吧 刘学义饰演夜色安勇时 莫绫泽 今年刘学义主演古装剧 《华杰令人气爆棚》 大家都忍不住感叹他是真的帅 不仅穿古装帅 演时装剧也迷人到不行 当初刘学义在夜色安勇时 讨论度就相当高 刘学义饰演的莫绫泽 是个雷厉风行的霸道总裁 他接手了女主许晴悠公司的业务 因而成为许晴悠不得不好好伺候的老板 莫绫泽表面上对许晴悠百般刁难 实际上根本在色诱人家 对许晴悠欲情不纵 各种骚扰和诱惑 就是仗助自己的盛世美颜呀 不过莫绫泽平常看上去高深冷漠 出手快很准 算无一策 殊不知却遇上许晴悠这样的变数 让霸道总裁变得手足无措 虽然是恶魔上司 但相当可爱 霸总是他的统治区网评录剧天选霸道总裁9 钟汉良饰演何以生肖默何以琛 每每大家只要讨论到霸道总裁天花板 钟汉良都会被提名上榜 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何以生肖默何以琛了 何以琛是一个深情又执着的男人 七年前与女友赵默生误会分手 七年后他成为大律师 也是律所老板 有钱有车有房 却一直守身如玉 对赵默生念念不忘 不愿将就 只愿等他归来 而不止何以生肖默 钟汉良在最美的时光饰演的陆力成 也是霸总天花板 陆力成不像其他总裁一样 含住金汤池出身 却靠住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成为卖股投资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他野心勃勃 腹黑又深情 虽然是同类型的角色 但钟汉良把何以琛和陆力成演出了不同的味道 他的霸道是由内而歪的气场 演技说服力十足 真的厉害